平等有一名朱姓妇人因为丈夫往生了 到电信公司替丈夫办理这个手机停化 但没想到电信业者却说这个契约时间还没到 因此要求缴清违约金 或者到法院去抛弃继承才可以退机 让她气得向消保官投诉 希望法律之外也要合乎人情 生活三四十年 一定是会独义十七 丈夫在两个月前过世 朱姓妇人想将丈夫的手机停化 避免触景伤情 但电信业者却以手机有绑约 要求缴清违约金 或到法院抛弃继承才能退化停机 法律上申请人与业者前有契约 契约有效 电信业者做法合法 但基于人情事故实在讲不过去 考量到当事人他确实已经死亡 而且这种违约也不是一种 所谓故意违约的一个情形 所以就会用专案的方式给予减免 就是不再收这所谓的违约金 夫人向消保官投诉 消保官则认为电信业者 小题大做不通情理 建议业者可以仿效 其他电信业者以专案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